好,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晚上好 今晚晚上好 师父晚上好 在我们的座谈开始之前呢 我请师父带领我们大家上称佛号 好,我们大家请合掌 请跟随我念 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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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大家 感恩师父带领 感恩大家 今晚呢 我们是第27场创业古境 今天的主题是佛教建筑之美 然后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的 邀请到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的执行者 绘制法师 大家好 绘制法师 晚上好 我大概做了一些背景研究 原来是法师呢 是台湾师范大学体育硕士 然后法师呢 法师呢也是现在父子佛光山寺院建筑 在2014年间呢 当时跟着信仁大师的指导 现在呢 做这个佛光山的长津楼建设 这样我非常好奇法师 你的教育背景是一个体育硕士 坦白说 这个教育背景跟建筑学有很大 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 不知道 师傅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跟建筑的结缘的一个过程 谢谢 谢谢俊辉的介绍 那先感谢主办单位邀请啊 让我有这个机会 跟马来西亚的朋友们 在空中线上啊 结这个法园 那刚刚俊辉的介绍里面 确实我过去是 这个师大体育系的一个学生 那来到佛光山 读书出家之后啊 事实上开始接受大师的一个教育 那其实对大师来说啊 只有没有用心而做不成的事 对大师来说 就算是你 本身不是这一个背景跟领域的呢 那么 你只要用心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当时 事实上也接受了大师这样的教育啊 他就一句话问说 会知你去净土好不好 那我也真的就去了 那我去了之后 其实俊辉自己本身是建筑背景的专业 建筑其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一个内容 那我当时呢 真的是懵懵懂懂的 根本不知道 这一个角色要做什么事 我就接了这个职务啊 所以 在接了一年多两年啊 你们知道 俊辉的这个疑惑呢 佛黄山很多大执事也有这个疑惑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执事 叫做佛罗纪念馆的馆长 如常法师 我不知道你们 认不认识他啊 但他现在整个在营运 佛罗纪念馆的一个运作 他真的跑去问大师哦 他就问大师说 师父啊 这么重要的角色 职位 你怎么会让一个不是学建筑的人去接啊 他什么都不懂耶 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你们知道师父跟 卢山法师回答什么吗 他就是因为什么都不懂 他才敢接啊 如果他什么都懂 他就知道这个工作 真的是复杂到 真的是不行啊 他怎么会说要接呢 我这真的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就接了下来 那我本身是教育背景哦 不过我在 我在深入到建筑之后 我发现建筑的这个领域 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 事实上我们在教育整个团队 他如何认识佛光山佛教 所需要的建筑是什么 慢慢的让他们从 所谓的建筑的专业背景 然后引导他们到所谓的 佛教建筑的专业背景 其中有一个建筑师 我们一起合作了大概有十年的 八年的时间 他曾经有一份图画了四年 这个俊辉应该知道 四年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很长 大概案子都建好了 他还在画 最后他完成之后 他把那个图说啊 整个做成一个简报档 那个简报总共累积了 五百九十几页快六百页的设计图 所以那个是 那个整个是一个经历的过程 他把整个改变学习的过程弄给我看 说你看快六百页 这是五年的成果 也就是说其实 我过去教育的背景 对于我这个工作有没有帮助 事实上这个每一个行业都会出类旁通 他对我来说 我本着教育的精神 然后来协助这一些建筑师 从他们专业的建筑领域 跳到哪里 跳到延伸到所谓的佛教建筑专业的领域 然后为我们佛教能够做出一些精彩的设计 跟作品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相通 也没有不通 但是确实是两个不太一样的领域 不过最终还是很感谢大师的信任 跟这个教育 给我一个机缘 让我在佛教建筑这上面可以重新学习 也算是我这一生新的生命的开始 师父这个非常不简单 因为建筑学 毕竟很多人都用了一生的学习 才能够有那样的一个机会和造就 这样请问师父 寺院是鸿法的一个载体 本身寺院建筑设计 也是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学术的 一个研究和内容 不知道师父 在佛光山 复制那么多的寺院建筑 不知道师父可以分享一下 寺院的规划 真的会影响弘法的内容吗 然后师父也想请问师父 在佛陀时代 一直到发展到今天 在不同传承等等 我们看到很多不同面貌的 佛教建筑发展 这样佛教道场的发展与佛教本身 弘法或者是本身的发展之间有关联吗 谢谢师父 可以看看这个 谢谢俊辉 这也是我接着这个职位开始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那也跟着大师的一些文章 还有他对我们的指导 去了解什么 到底什么才叫做佛教建筑 那大师经常提的呢 就是在当年佛陀的时代 不管是这个竹林金色也好 陆母讲堂也好了 很多佛陀当时的这些 弘法的据点 事实上都是提供几个功能 一个是奖金 那一个是授课 小群组的授课 那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休息 就是他们的疗房 那还有他们吃饭的地方 其实在过去的寺院 没有现在的一个内容 那么复杂 他就是一群僧人 待在那个地方 然后他们可以 共同学习佛法 那他们可以到 他们可以偶尔呢 一群人从里面 再到另外一个地方 去弘奖 去弘法 所以其实就佛教 原始佛教的这个时代来说 寺院呢 事实上 一直以来 都是一个奖金说法 教育的地方啦 所以大师最喜欢的批语 就是寺院向学校 那学校 学校的功能就是教育 然后让他们有课桌椅啦 午休的地方啦 吃饭的地方 那各位就会觉得说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寺庙 都不是这样啊 事实上这个是经过 2500年的一个延续发展 一直到现在的一个状态 我们有了更丰富的一个功能 那我我先就就会我先就外观啊 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跟解释好不好 就是在这段时间其实我们的认知上呢 事实上跟真实的佛教的发展啊 其实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个状态 那我先分享一下画面 各位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 那刚刚俊卫提子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字 叫佛教建筑 那到佛教建筑到底长什么样子 那我从佛教建筑的发展过程看到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叫做 佛教的建筑也是依着佛教的教义啊 所谓的缘起信空呢 在做各式各样的开展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塔 叫做印度的桑奇大塔 这桑奇大塔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 它是印度很著名的一个佛教的一个古迹 那这个我们在佛教常说的 就是富波式的一个塔 所以富波式的这样子的一个建筑 在近代来说啊 很多人认为富波式的建筑就是佛教的建筑 可是事实上呢 我对于这一件事情其实也有一些意义 意义是因为我们在印度的其他的地方 也看到这样富波式的建筑 各位有看到吗 这个是传统印度的一个坟岭的建筑 那各位有没有看到它的顶部也是富波式的 也是一个像碗啊 佛为富波就是那个波把它倒过来叫富波 倒过来的一个碗 那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造型的图片的建筑之后 我就开始思考这个富波到底是什么 于是我就去查了一些古印度建筑的一些论文的文献 他们考古学家呢 在在近代啊 发现五千多年前的印度的房子啊 老印度的房子 传统的印度房子就是这种富波的形式 就是说人住的房子就是这种富波的形式 那俊辉建筑专业应该知道 圆形的顶啊 这是人类最早发展出来结构的力量 所以我们现在有看到两千多年前的桥 它是什么桥 拱桥 它没有钉子 没有水泥 它是靠那个石头一块一块叠起来之后 它力量相平衡 最后他们自己支撑自己 两千五百历经各式各样的地震都不会倒 所以这个弧形的建筑呢 是在五千多年前四五千年前 印度传统的北方印度传统的房子 就是这样的形状 那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什么 印度呢 佛教的轮回跟来世的思想 不是佛教独创的思想 它是印度传统社会文化的思想 也就是说对印度人来说 他对于亲人死的 他会认为他会再有下一辈子的生命 他的生命不会在这一辈子结束就断断灭了 不会 他会有下辈子的一个生命的延续 因此这些古代的印度人他怎么做 他们在他们的房舍的旁边 做了一个小的复波的房子 然后把这些遗骸放在这个小的复波 也就是他的坟墓长得跟人住的是一样的 意义在哪里 在他会重生 他会有来世 他会轮回转世 他下辈子的生命 那他下辈子住哪里 于是当世的人类就觉得说 那我做了一个小的复波 让他把他的遗骸放在里面 那他以后如果复生的时候代表什么 他也有房子住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就展开了什么 展开了印度复波是印度坟墓的一个形状 当然后来科技的发展 印度的房子开始不是复波 可是他们的灵情呢 还是什么 还是复波的形状 因此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桑西大塔 各位这个是佛教高僧 放在里面的一个房子 因为他是高僧嘛 所以他的复波就比一般的人怎么样 一般的人大 为什么 因为要有很多人去瞻仰的时候 你不能小小的一个啊 那么多一千个人围着一个小的坟墓 那那墓到哪里去都只看到人 所以就把这个塔建的 这个复波建的很大 那这样子的一个文化 一个建筑文化呢 慢慢的传到海外去之后 就开始有一些发展 一样是复波 那传到中国来之后 他跟什么做的结合 他跟这个中国式的亭格做的结合 各位这个亭格 黄鹤楼啦什么 我们可以登高望远 看到很美的景色 所以很多诗人在这个亭格里面 饮酒作对 做了很多流传 这个万事的文章在这边 这个亭格其实是中国文化里面 很重要文人在里面 这个活动的空间 那么复波式的塔 跟这个中国式的亭格的塔 一结合之后产生了什么 所谓中国式复波的塔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塔 它也是石心的塔 它跟刚刚那个商级大塔 有没有一样 一样都是石心的塔 可是它结合出 中国式的亭格 各位有没有看到 它一层一层的屋檐 有没有 一层一层的屋檐 其实它很密 是因为它是一个扎实的塔 它就让那个亭格 跟这个波结合之后 成为中国佛教特有的这一种塔 亭格 类似亭格的塔 所以复波有没有存在 复波也有存在 复波在中国还是出现 可是它用什么 它用它的形式出现了 所以我刚刚说 佛教建筑在开展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随着时代 随着当下的科技 不断的在做某种程度的变化 它让什么 它让佛教传统的建筑 其实我一开始说 是它生活的所需 然后到了这个放高升的复波 被很多的国家 佛教传过去之后的国家 认为它是佛教的建筑 好没关系 这是一个源头 那这个建筑呢 慢慢的也跟着到了中国之后 有了这种中国式复波的塔 那你们看得到这个屋檐 是比较比较朴实的 的一个翘角 可是这个屋檐如果到了泰国 它会进入到泰国那一种 翘尖角的那种方式 展开泰国的复波的塔式的 这种建筑 又跟中国的不太一样 所以为什么说它是空信 空信其实就是 随着当下的因缘条件 产生不同的关联性 而这个关联性呢 就会创造出眼前现象的差异性 所以这个差异性呢 我们常叫它做变化 有没有 佛教有一个意理很重要的 叫做无常 就是什么 就是变化的概念 它永远会变化的 所以佛教的建筑 没有一定的形式 它到了每一个国家 都有它自己应该要展现出来的样貌 然后融入到当地的色彩 融入到当地的使用习惯 而有了改变 这个大概是我从一开始 从佛教刚开展的时候 佛陀的时代 佛教建筑只是他们生活上 所需要的一个环境跟空间 除了生活还有什么 还有教育 教学 那慢慢的开展出 具有某种形象 符号的展现 但是我刚刚也强调了 事实上它也跟着佛教的意理 在做转变 佛教建筑走到任何一个国家 有了它自己该有的形态 所以到了西藏 也有西藏的形态 所以你看到了中国 佛教发展出吃素的文化 对不对 可是吃素的这个文化 太平公主把这个 佛教带到西藏去之后 还能够吃素吗 哇天啊 西藏如果吃素 那肯定饿死 为什么 因为他们那边没有太多的蔬菜 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 因此佛教进入西藏之后 他也开展了出 他该有的佛教形态 我想佛教的发展 其实一直跟着佛教的意理 所谓的空性 不断的在做转变 所以未来佛教会 什么样子的形态 产生建筑的样貌 我觉得也跟未来的因缘条件 也会有关系 我先回答到这个地方 我先让这个俊辉再继续提问 或者是回馈 谢谢 谢谢师傅 是刚才我们学到 原来我们所谓的Stoot Bar 那个覆盖式的建筑 它呼泊 它是源自印度的类似坟墓 这样子的一个建筑 然后慢慢它就发展成了我们佛教的一个象征式的建筑 刚才师傅有说佛教建筑本来就是一个空性 它是一个变化性 是随着时代的演变 而延续或者是变化 这样请问师傅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佛教建筑 比如说新的佛教建筑 延续着古中国唐代的风格 所以不知道师傅的看法是什么 因为我们一般有个迷思就是说佛教建筑一定有这个图腾 比如说有万字 比如说要有这个古唐风那个莲花 或者是那个雾瓦要翘起来的 所以不知道师傅这个古中国风格的一个延续到现在 不知道师傅怎样去看呢 这个也跟历史的发展有关系 这个佛教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事实上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 为什么我们一直谈佛教传入中国 其实是因为佛教在中国又产生了佛教另外一次盛大的开展 在印度一次在中国一次这样 所以佛教在中国产生了很多的印象 就像刚刚俊辉说的图腾乌瓦 所以曾经有一些文字的所谓的考古学家 就是历史学家在秦始皇的那个年代的记载里面 看到了类似佛教僧人一些用语 很像佛教的一些词汇 所以其实这些历史学家推论 当时的生人已经从印度走到了这个秦始皇的时代 可是为什么一直到了所谓的汉 唐才会有大量的开展 还有史料的记录呢 是因为当时佛教进入了所谓的皇宫里面 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 这个谁啊 这个达摩跟梁武帝的对话 有没有 这个一言不合 所以达摩就去闭关嘛 所以有了二代的慧可 断臂求法在洞窟外面 三月大雪 才有这段故事 所以有梁武帝才有慧可 才有三组四组五组六组 那梁武帝当时跟 为什么达摩跟梁武帝当时会接触 是因为当时佛教被这些皇宫贵族发现 他是一门 可以让我们得到解脱自在的一种学问 思想或生活风格 所以他们开始兴起了一股什么 贵族皇宫学佛的一个风气 好了 我是皇宫贵族 那我有一个我非常崇敬的师父 那师父没有地方住啊 那我自己住那么好 他是我最崇敬的 那我要给他住什么 当然住跟我一样的 所以我就会在我的房子旁边 建了一栋跟我一样有乌瓦的 然后有梁柱的 然后有雕龙化动的 为什么 因为我村从他 所以他要跟我日子过得一样好 所以那个格局啊什么啊 都会很像现在 我们看到的紫禁城 我们可以从一个 一个现象来看到 这一个佛教走路皇宫的一个状态 我们在一些袈裟 我们出家人穿的袈裟的上面啊 还是佛教的建筑上面 我们会看到有龙 可是各位在那一个年代 龙只能谁穿 只能谁用 就是皇帝 哇那皇帝 皇帝用的你也用 哇如果是一般老百姓不被杀头才贵 为什么你要造反啊 龙只有我能穿 结果你身上也有龙了 但这个年代没有了 每个人喜欢有龙却有龙 甚至有人刺青在身上是龙 可是各位你可以仔细去看 佛教的龙 跟佛教建筑里面的龙 跟皇帝的龙有什么差别 皇帝的龙有五只爪 佛教皇帝 佛教的龙有几只爪 只有四只爪 你这看就少了一只 为什么 他要去呈现出 虽然你遵从我 你给我黄袍 因为出家人穿的衣服也是黄的啊 也有龙 但我谦逊 我还是跟你不一样 所以我的龙就少了一只爪 以示什么 以示尊敬 那俊慧刚才也说 佛教经常会出现万字啊 或者是经常会出现很多的图腾啊 事实上 我因为这一件事情 同样俊慧的疑问呢 也是我当时 刚接着工作的疑问 所以有一次啊 我在台中工作的时候呢 就顺道去了他们的博物馆啊 台中的一个博物馆去参观 参观一个什么 参观一个这个敦煌啊 的一个展览 那我去参观展览的时候 我就对于好多窟啊 我今天举例出来的是 墨高窟的209窟的图腾 好多窟 然后每一个窟 每一张照片 每一个解说 上面都写什么 石榴 葡萄叶 葡萄 我说呀 这好奇怪啊 这佛教 就葡萄 石榴跟葡萄叶吗 我看了看了看了看 中间啊 我就问了那个导览员 我说请问哦 这个葡萄跟石榴 是不是佛教的吉祥图腾啊 他说哎呀 师父 其实不是这样啊 你把他想的太复杂了 我说那为什么是这样 他说 只是因为呢 这些石窟在打枣的过程当中 这些异将啊 他们拿着工具 从住的地方走到石窟的过程当中 脑子里面就在想 我今天要磕什么啊 我今天这个贡 贡果上面要磕些什么啊 然后他眼睛就看到 旁边的田底是什么 石榴 左边的田底是什么 葡萄 于此他就把葡萄跟石榴 磕在哪里 磕在他们石窟的墙壁上面 每一个石窟 墨高窟的都是什么 都是葡萄跟石榴 为什么 因为他们盛产嘛 葡萄盛产代表什么 墨高窟那个地方风调雨顺 所以他就认为这个葡萄 石榴盛产是一件好事 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 拉到石窟里面去磕 所以我常开玩笑说 这个石窟呢 如果是在墨西哥的话 那他会磕什么 他就会磕仙人掌 对不对 因为那边盛产仙人掌 是不是 所以就因为这个窟在哪里 所以他就究竟把这些元素 拉了进来 所以我依着这个道理 各位这个道理跟空性 是不是也是match的 因为墨高窟的植物是这些因缘条件 所以他当然就呈现了这个油 所以这个空性的一个变化 他会呈现出什么 呈现多采多汁的油 油了这个油的那个 所以我就开始想什么 好了 我现在要见惠中寺 那惠中寺的大殿里面的图腾 我要让他长什么样子 惠中寺没有产葡萄 对不对 惠中寺也没有石榴 那我该磕什么 于是我就去找了资料 台中现在每一个城市 都有四花四树四鸟 对不对 就是那一个地方 本土的特色 所以在台中什么开的特别好 三樱花五叶松 那鸟呢白耳化眉 还不是化眉 要白耳化眉 于是我就找了一个艺术家 各位这上面的这个球果就是什么 就是五叶松 那三樱花在哪里 三樱花就在这个白耳化眉的上面 三个就在这边 然后我用一些云呢 就把它拉了出来 所以我经常喜欢称这一个东西 叫做惠中之眼 这个眼呢是佛法之眼 这个眼呢是因为台中的元素 而创造出来的佛教图腾 它跟刚刚那个有没有有点像 你们来看一下 佛教里面的图腾有几个概念 当然这个水果代表的是丰收 是一个吉祥 那还有什么 还有它的葡萄叶有没有 葡萄是藤蔓 各位有看过葡萄吗 是藤蔓 那为什么佛教的图腾里面都有藤蔓 它的精神在于 这个藤蔓呢 是一直蔓延下去 代表一种时间的连续性 所以这个时间连续性代表什么 我从过去世到现在世 还有到哪里去 到未来世 佛教是一种很积极的观念 去带来你对生命的一种努力的态度 我这一辈子不聪明那没关系 我用功一点 我下辈子还是可以很聪明的 对不对 我这辈子不会唱歌 我还是认真练 下辈子唱歌的起点就比别人早一点 所以我就拉了图腾 藤蔓 但我没有用藤蔓 而是用什么 用云 云也是代表什么 一种连续性 而且云还代表什么 一种自在 变化多端 我就用这样子创造出什么 创造出台中会中 台中会中式的佛教图腾 所以其他道场可不会用 当然你如果觉得很美也可以用 但你能不能思考 我的道场本地有什么特色 我就把它放进去 那才是什么 那才是属于我的 站在佛教的精神 佛教的意理上 属于我们这个道场 本土当地时空条件下的佛教图腾 那么我们画了这个2D之后呢 我们就找了一个3D 塑土的一个艺术家 那未来打算把它做成铜的 把它翻成铜的 然后挂在这个大雄宝殿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去烘托出什么 烘托出这个佛 佛陀的一个尊贵 所以未来呢 我们大马的朋友们 如果有来到台湾的话 那欢迎来到辉宗寺参观 这一个具有佛教 意理的佛教图腾 所以从刚刚一开始 俊慧问的第一个问题 到现在的第二个问题 各位有没有感受到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叫做变化 这个变化其实就是 佛教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根本的一个教义 它是来自于无常 它是来自于空性 这个变化不是捉摸不定 而是千罗万象 所以我们的人间很丰富的 所以佛教的发展丰富丰富 也很丰富 我们到了大马 佛教也有大马的佛教 香港也有香港 我们到了斯里兰卡 也有斯里兰卡的 缅甸也有缅甸 越南也有越南的 各有各的特色 这个才是这个世界该有的一个面貌 那我就先回答俊慧到这个地方 师父听你这样子说 好像把这个佛教的图腾 或者是佛教的建筑的一些象征 把它开阔了很多 我一直在想象 刚才师父所讲的台中的图腾 马来西亚如果我们做图腾的话 应该是榴莲吧 我们看到榴莲山 榴莲也是非常好的植物 也没有不好 代表了叫无所不吹 对不对 无所不吹 比它软 它很硬 水果之王 这个师父如果 但我想请问师父 因为现在有一些新的佛教建筑 开始用一些比较现代的方式来呈现 它就没有了 好像就完全跟传统佛教的建筑不一样了 打个比方我们有看到 比如说佛光山在马来西亚的新马寺 新马寺是一个很新领的一个建筑 所以我们就没有看到太多的那种古堂 堂带风格的建筑的图腾象征等等 所以不知道师父对于这些 怎样去拿捏好传统与现代理念的佛教建筑呢 好 那刚刚俊慧也是提到一个佛教建筑发展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俊慧提这一个议题呢 让我想到大师也曾经跟我们讲到一个故事 大师他过去跟我们提到一个 他说他因为他以前很年轻就出家嘛 一诺千金上七霞 他很小就出家 所以当他进生团的时候 人家都一二十岁他只有是个位数或是几岁 人家长大他也长大 那个年龄距离永远是这样差别 所以他永远是小朋友 那小朋友就会发生什么事呢 进大雄宝殿的时候 从年纪大开始进去 所以佛像的前面先排满 那佛像的旁边呢 就是年纪小的 所以大师说他以前小的时候 在大雄宝殿拜佛 永远看不到佛像 那为什么进大雄宝殿看不到佛像 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呢 我们来看几张 我还没分享 我来分享一下 有分享吗 有看到吗 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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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现在是四个字大雄宝殿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山西 山西省大同县的华岩寺 各位 这一间寺院很有名的是他的尼索 那各位你们看到大雄宝殿 其实这张照片的最这个左边的ending呢 在过去就是什么 就是门了 就是他的门 我去过这边一次 也是很震撼 可是我走进去之后 其实再走个山步 就遇到佛像前面的暗桌 那为什么会这样 各位这个其实就是传统 刚刚俊辉提什么 传统与现代 对不对 过去传统的大雄宝殿 都是给佛祖住的房子 叫做大雄宝殿 大雄指的就是 佛陀的那种 伟大雄伟 不是英雄 是雄伟的 为什么他的义里的雄伟 而不是他雄伟 他发现了义里的雄伟 所以大雄宝殿里面 都是给佛祖的 所以你看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方 人走进来之后 其实这边如果排三排 大概就满了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信玉大师 以前会排到角落去 当然他年纪小 每个人前面拜下去都是佛 他前面拜下去是柱子跟窗户 所以我们再看一张 这个是山西 一样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 不是佛光寺的寺庙 这个是物质文明的一个保存 这一间寺 木造的寺庙已经一千多年了 他并没有受到地震战争的毁损 我也去过这个地方 那真是很感动 它是唐式建筑 传统典型唐式建筑 可是各位你可以看得到吗 里面佛像下面是有基座吗 各位有看到吗 佛像的这个基座 然后就发生什么事 前面剩下什么 前面就剩下一点点的距离 有看到吗 一点点的距离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人站的地方 所以过去对 对过去的大雄宝殿来说 他真的就是给佛像住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观音阁 更是没有人站的地方 这个亭阁有没有 观音就在里面 所以你只能站在哪里 站在他的下面 然后往上往上 遥望他 这整个屋子就是给谁住的 给这个观世音菩萨住的 这是哪里 河北读乐室的观音阁 那么因此大师啊 当他有机会 建大雄宝殿的时候 他心里有一个很深的感触 他觉得这个大雄宝殿 应该是拜佛的地方 而不只是给佛祖住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2500年前 佛陀开悟的当下 他说奇灾奇灾 大地众生皆有如来佛性 只因妄想执着而不得见 对不对 他的意思就是什么 你们每一个人 都是有机会成佛的 这个是佛教 跟其他宗教最特殊的地方 其他的宗教教主是唯一独二的 独一 唯独一无二的 没有人可以跟这个 这个教主一样的伟大 对不对 教主是最伟大 可是佛教是异于其他的宗教 他告诉你什么 他告诉你 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我一样伟大 那你们今天为什么没有 是因为你们被妄想执着耽误了 被妄想执着耽误的佛啊 就是我们这些云云众生 因此大师觉得什么 他在带这个五界菩萨界的时候 他最喜欢带着我们信徒讲一句话 叫做我是佛 那信徒都不敢回答 为什么我是佛 我不是佛啊 我没有坐在上面 怎么会是佛呢 大家都不敢讲 可是其实从2500年前 佛陀证悟那个当下 其实我们心里可以很清楚知道 大雄宝殿除了供奉佛像之外 我们在里面拜的叫做什么 叫做未来佛 我们还当下还没成佛 我们在努力啊 那在哪里努力 在大殿跟现在的佛学习努力 未来我也可以成佛 所以大雄宝殿里面的云云众生在拜佛 是不是也是佛 还没成就的佛 所以到了佛光山 金语大师有机会见大雄宝殿的时候 跟你可以看得到 佛像的前面的宽广 有没有 佛像前面的宽广 这里面可以挤多少人呢 可以挤至少800到1000人 甚至1200人挤一点的话 那刚刚我们看到那些照片 里面可以挤多少人 三四十个人 五六十个人 就挤不下了 因此台湾的佛光山的大雄宝殿呢 他让整个空间都腾出来了 佛像是退到后面去的 让每个人都看得到 所以大师实现了他的梦想 是每个人在大雄宝殿 拜佛的时候都能不能看到佛像 都能够看到佛像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俊会刚刚问的 传统跟现代怎么融合 传统跟现代一样依着空性 不断的在做斩变 有一些东西不能变 什么东西不能变 大雄宝殿里面必然有佛像 当然啊 他是我们的教主啊 他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啊 我怎么可能把它弄不见呢 是不是 这个绝对不能改变的 但是里面的空间配置能不能改变 可以啊 我现在学佛的人口越来越多了 而且我是佛 我是未来佛 这个大雄宝殿里面 也有我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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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立足的一个地方嘛 对不对 所以大师依着这种 人人平等的性格 他把大雄宝殿放大 让每个人都进去了 这个就是什么 传统跟现在 现代 现代有一些传统元素 你是不可以改变的 你是要延续那个脉络过来 可是有一些过去的形式 会依着现代的状态而改变 那么 这个俊辉刚刚也问西马寺 我也特别把西马寺的照片呢 把它下载了下来 各位这个是西马寺 如果上面没有写佛光山 西马寺 你会觉得它是什么 它是一所学校 对不对 它就根本就像一个 小学中学的一个样貌 是不是 那为什么大师会 让西马寺 走向这样的设计 大师他来了 西马寺这个地点之后 他听了信徒的报告 这附近有很多新兴的学子 大师就说 那西马寺应该要在当地 扮演起教育的角色 所以现在西马寺 在副助持 卢宾法师 还有在 在马来西亚总本山的 东禅寺的 决城法师 共同的努力之下 那在现场的是 卢宾法师 那决城法师指导 在这个地方 经常都会办 儿童教育的活动 一半就办一两百人 两三百人 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活动 各位这是外观 对不对 等到走到里面去 你会说 这根本就是学校 各位这是里面 就是一个大广场 这个是什么 这是开幕的时候的一个盛况 各位你如果来不及参与 这一场 那么你还要来得及参与什么 未来 佛教师有过去 现在未来 过去来不及了 但是西马寺未来 还有很多的大活动 我欢迎 尤其是什么过年 我欢迎大家 能够到这个地方来 你看 这个楼梯走上去是哪里 是大雄宝殿 所以到了现代的建筑 没有唐室的瓦 可是有什么 还是有大雄宝殿 那以前的金色 变成什么 变成教室 一间一间的教室 分门别类的课程 让信徒们 或青年学子们 在这边 可以得到佛教的一个熏陶 让我们在西马寺的 每一个人 都能够得到他自在 跟快乐的法宝 所以佛教建筑在 从过去到现在 经历了很多的一个过程 但是它的变化 都来自于当下的条件 那俊卫刚刚所说的 这个唐室的建筑 那你说既然如此 那到了现代 佛光山是不是都不见 唐室建筑了 也不是这么说 佛教没有绝对的对错 或绝对的好坏 或绝对的答案 为什么 它都是依着条件 相对的而产生的变化 所以我们在南非 南非是一个佛教 非常不发达的地方 但是因为这个不发达 所以大师当时 在指导的时候 他要那个地方 建什么样子 建唐室 为什么 师父说 我就是要让人家一眼就知道 这就叫做佛教 你刚刚不是说 现代就可以不走唐室吗 可是印度 也不是印度 非洲这么一个 佛教不发达的地方 你如果建成这样 人家还真的把你当成学校 对不对 建成像西马斯这样 那就是学校嘛 甚至政府还征收 说这个地方我们暑假 要来用一下 你建成唐室的 他就是大张旗鼓的告诉你 我就是佛教 所以是唐室建筑 金刚金里面 是唐室建筑 非唐室建筑 吉民唐室建筑 唐室建筑有没有错 没有 它是一个历史的发展 对不对 所以什么时候该用唐室建筑 什么时候可以用现在的建筑 没有一定的答案 完全取决于 你当下想要呈现的条件 因缘跟现况 所以这个大概是刚刚俊辉所问的 这个唐室建筑 现代跟传统 他彼此之间在变化的时候 该怎么样子去取决 我觉得作为一个推动佛教建筑的角色来说 我必须自己要很了解佛教的教义 我才能够站在佛教的教义上面 去开展佛教建筑发展的方向 否则呢 只是英武学语 把过去的一些元素 复制贴上 拼做在一起 然后告诉别人说 这就是佛教建筑 所以我们看到新马仕 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西米大师真的如星如云般的 他一点束缚都没有 各位在这一栋建筑物里面 你完全看不到佛教的影子 是不是 可是里面所从事的 都是佛教回馈社会的所有教育的活动 OK 我先回答到这边 谢谢 师父刚才所说的 我看到就是 现在的佛教建筑会比较以人为本 就是以人的工人性作为一个考验 而不只是纯粹的一个供养佛 或是菩萨的地方 这样我想请问师父 现在很多新兴的道场 除了宗教 或者是教育功能以外呢 还会加了一些商业活动 比如说咖啡厅 比如说一些文物馆 或者是展览馆 或者是一些旅游有关的区域等等 所以师父不知道怎样去看待 一个佛教建筑里面有包含的 一些作园化的工人 包括一些运动场 打篮球或是打鱼 不知道师父如何看 刚俊卫的谈话里面 他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过去佛教的大雄宝殿 他只是拜佛 但是现在的大雄宝殿好像他有了不同的功能 确实是这样 为什么说呢 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大雄宝殿其实是在整个佛教建筑群里面 他里面是空间最大的 所以到了现在的一个使用习惯呢 事实上我们会把它拿来做拜佛跟法会以外的活动 譬如说什么 譬如说以我们高雄南平别院也好 或台北的台北道场 这些大的分院别院来说 他们的信徒在税末联谊会的时候 都会有八百一千二人左右 那去哪里有这么大的空间呢 他的集会场所大概就三四百 就只有大殿最大 所以他们要办 税末的一个 这个信徒的感恩茶会的时候 会在哪里办 就在大雄宝殿办 我们也觉得很shock 然后但是 这个住址就回来跟大师师傅 我们有八百到一千二没有地方 我们到外面去借场地好不好 师傅说 你还有一个很大的场地 你怎么不用 这哪里啊 这大雄宝殿 那可以吗 可以啊 你只要如法如以 什么都可以 就把那圆桌摆上去 就在大雄宝殿 舞台在做什么 有的表演团体来表演 然后上下一派和谐 佛像在那边呢 也微微的微笑 看着所有的信徒义工 很欢喜的在那边 吃个小茶点 喝了一杯好茶 然后大家轮流上去 发表信德 你说那不是法会吗 各位 我们里面 在喝茶点 吃茶点 喝茶的所有的义工们 难道他们在当下 不是以法而聚会吗 所以法会 法会什么是法会 我们都觉得是 哎呀有诵经啊 有拜佛才是法会 可是大师说法会 其实叫做以法而聚会 我们今天 在线上的176个人 包含我跟俊辉 我们今天这176个人 是不是一场法会 是法会啊 为什么 我们因为佛法 而聚会在一起 那这不是法会吗 所以我们现在线上 这个虚空当中 是不是大雄宝殿 是啊 各自在自己的大雄宝殿 欢喜的 听着这个俊辉的主持 然后我努力的来分享 我所知道的 这就是法会 所以就空间来说啊 过去只能拜佛的大雄宝殿 现在能做什么 能做各种展演 所以南平别院也请了一些 专门的一些儿童戏剧的表演团体 就用大雄宝殿的舞台来做表演 小朋友坐在哪里 小朋友坐在台下的拜殿上面 就是看着上面的表演 也欢乐的 这个非常的开心 那刚刚俊辉有提到说 这个以前啊 这个佛教应该都是以非盈利为主 对不对 那现在呢 事实上大师针对这个问题啊 也做了一些也做了一些指导 他就说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在印度的时代呢 佛陀的印度的古印度的时代啊 佛陀那一个时代呢 出家人都是去脱波的 他们不会自己煮饭 自己不会烧财啊 去洗菜啊什么 每天都是做修行的工作 那脱波是怎么样 就拿了一个波在路上 那不能简责的 你走过谁的家敲门 他拿什么给你 你就然后每个人拿回家之后 全部放在桌上 然后这个长老就会来分 年纪大一点的 要吃软一点的 给你软一点的 小孩子要吃多一点 给多一点 这个壮年再吃更多 再给你更多 平均分贝 可是那个平均啊 是不一样多的 他是凭什么均 凭每一个人的需求 而去做的对应 好了这样子的文化一开始呢 还真的传到中国来 可是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呢 在这些出家人来脱波以前 就本来就存在一种人是拿着玩 在路上也在脱波 可是他在做什么 他在做的是起食 讨口饭来吃 叫做什么 叫叫化子 叫做乞丐 所以这些出家人忽然发现 我庄严的在脱波 旁边又有人拿着玩在脱波 这个形象上会被人家误会什么 这些出家人 就是什么 就是乞丐 尤其出家人的袈裟 叫做百纳衣 他就是很多块布 拼起来的 布也是这样旧旧的 所以看起来就像什么 跟乞丐的身上衣服 也是补来补去的 他的衣服也跟他长得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 佛教就开始产生了一种状态 尤其是在唐朝的时候 禅宗出现的时候 他开始不脱波 所以禅宗有所谓的什么 一日不做 一日不死 为什么 因为当他继续去脱波的时候 他跟那些乞丐没什么两样 自己没有生产力 当然有啊 有生产力 我佛法 我弘法 我让这个社会得到安和乐利啊 可是你就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 这个饥饿的需求 所以当时就开始什么 禅宗就开始有所谓的禅农 农禅 农业的农 农禅 生活 就是我修禅 但我不会天天打坐 我怎么样 我一天当中要有作物的时间 我去耕种 收拾 自己煮饭 所以后来禅宗有了什么 有了灾堂 有没有 有了大疗 有了所谓的48单 48单就是48种工作啦 那里面一种就是什么 就是厨房大疗的工作 要煮饭给人家吃的 所以这些堂口全部都在禅宗 慢慢的出现之后 他奠定了佛教 自己自足的一种概念 那么到了现代啊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的红法的脚步太快了 你看现在已经是晚上九点半 我还在这边说话 那我哪有空去种米种到收成蔬菜 对不对 如果我等一下还是种米种到收成蔬菜 那我可能会晕倒在田里 为什么 太累了 体力透支了 所以开始有了社会开始有的转变是什么 信徒供养 信徒因为你说法欢喜 所以他不失 让你这个寺院可以正常的运作 然后你可以全心全力来做什么事 红法的事业 那当然佛教的事业越来越多 所以有报纸 有电台 甚至有办学校 这些都需要信徒的护持 可是大师他自己心里就讲 他就说 未来佛教 必定还是会走向 自己要有生产能力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当然不是以盈利为主 但是多少有一些尽财的收入 让寺院的部分开支 能够达到一个平衡 所以 我们可以看得到 寺院里面有一些流通处 为什么 信徒需要一些佛教的小简品 比如念珠 书籍 是不是 大师他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叫做佛教的百货公司 这个佛教的百货公司 他是说 他想要做什么服务 你是一个佛教徒 你今天走进这一个空间 你可以搞定你所有你佛教信仰上你的所需 比如说你要买超金本 你就不用再去跑这个书法店 然后再去买毛笔什么 你在这里面就可以买到 好今天初一十五 你要供菜 对不对 你也不用烦恼上网 供菜烹调食谱 然后search 就出现了很多供菜的做法 你不用那么辛苦 你只要到佛教的百货公司来 你就可以吧 哎呀你今天 今天大发诚意 我拜佛祖 我要八个菜 好那就买八份菜 然后一些费用 给这个佛教的百货公司 那信徒也可以很开心的 对不对 那我要受戒 我要买曼衣去哪里 佛教的百货公司 那我想要请佛像回家安放 刚刚我看到 我们马佛亲也在推动 家里有佛这样概念 这个叫做在佛光山 叫做把佛带回家 这个是很好的 就是信仰的传承 这叫分灯嘛 对不对 百千万亿万亿化身 带在每个人的家里 你这些需求 有蜡烛 有香 有香炉 你去哪里买 哇你要 你要张罗 你知道你要张罗一个佛堂 你需要跑多少的店 你才能够满足所有需求嘛 至少八种 我们也曾经在过去 曾经张罗过 可是如果你有一个佛教的百货公司 其实你是以服务为目的 当然 使用者付费 信徒 他就会怎么样 他就会 有相对的付出 比如说这个香炉 费用是多少 然后就支付给 这一个佛教法公司 那佛教法公司 属于佛教团体 他有了收入之后 他这些钱拿去做什么 他这些钱继续拿去福利社会 就以佛光山的人间福报 人间卫士来说 他其实人间卫士 每一天都是如何 都是支出的 因为他没有收入广告 所以有了这个佛教的百货公司之后 有什么好处 这个一些精彩的收入 就可以继续支持 这个进化社会的电视台 继续能够营运 所以过去认为 佛教不能赚钱 可是佛教确实不赚钱 不以盈利为主 可是他做一件事叫做 合理的净财收入 这些净财呢 拿来 我们就可以把人事成本打平之后 电租付完之后 所剩的钱 我们继续拿出来福利社会 这个也是什么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一个社会责任 那同时又可以做好什么 服务所有佛教徒 这么样子的一个初衷 所以在佛光山的每一个地方 只要空间够的都会开什么 开一个餐厅叫滴水房 这个滴水房呢 物美价廉 然后比如说以台湾的南平别人来说 他每一天都是一饭 一面 什么叫一饭一面 你今天来就只有两种东西可以选 不是饭就是面 所以他问你 请问你要吃饭还是面 今天是什么 咖喱饭 面呢 这个佛光面 就这两种 他为什么 因为大师觉得 吃饭呢 是把我们的社生养足 所以他开这个餐厅 也不是为了赚钱 他是为了推广 减食的素食习惯 减就是简单的减 你不要山珍海味啊 那么多对你的身体没好处啊 然后各位不知道有没有 有一种经验就是 进去餐厅那个menu啊 打开看 哇不知道要吃什么 有没有 不知道要吃什么 所以常常是随便啊 这是什么选择障碍 人类因为选择而产生烦恼 所以大师呢 他就推广 每日一饭一面 你今天走进来就饭 或面 你说这个是不是商业 当然商业啊 一份一百二啊 可是他在这个一百二的消费过程当中 他学到了什么 学到了减食的生活文化 然后吃到了一顿 可口的素食餐点 因此他会觉得吃素 不再是苦差事 吃素不再是不营养 吃素不再是不好吃 所以他会不会让吃素 这个习惯走进他的生活当中 会的 那这个一百二 到底是不是商业 套一句金刚金锁的话 是商业 非商业 集民商业 完全看你的起心动念 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好一百二收入回来之后 把人事成本 电租还有说开销打平之后 剩下的钱做什么 社会责任 回归于社会 所以到底是不是商业 商业可不可以进入到寺庙 断看你的信念如何定义 那是商业非商业 我觉得这一些完全都是自由心证 好回归这些内容给俊辉 师父这样子讲起来这个让我有些感动 就是说现在的寺庙已经不是单纯说只是宗教供养法会 而是把我们人的生活融入在整个佛教建筑里面 我们可以在那边运动 可以在那边享用餐 可以在那边解决我们对宗教上的一些需求 等等东西 它是一个很多元性的一个服务的一个中心 这个是我从师父这里所感受到的那个大师的一个精神 请问师父你可以分享一下在幸运大师指导之下建造 长津楼的那个过程和互动吗 我也想很好奇的 因为大师好像对建筑很有研究 不知道大师对建筑的一个概念是怎样的概念 我先提刚刚俊辉又提我又想到的一件事 然后第二个我回答刚线上有人问 大雄法庭后面能不能有进房这个事情 那第三个我回答俊辉刚问的 幸运大师的建筑观念是什么 刚其实延续刚刚的商业非商业的问题 事实上日本有一个佛教团体 它是在家中的团体 它叫立正矫程协会 它是一个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个佛教团体 那它成立了一支佛教的管弦乐团 那每一年呢 它都会募资 然后找世界最伟大的音乐家 然后写什么 写佛教的乐曲 比如说他们就曾经写过华言三部曲 华言经的华言 然后就到世界各地去演出 哇这个是让人家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你说它是商业吗 是啊 去听演唱演奏会是需要门票 那不便宜 台湾也邀请过他们来台湾 但是不是演奏佛教的乐曲 所以这个是一种互动的方式 所以这个使用者付费 那佛教又能够做出更高级的曲目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好的良善的循环 而且这个社会 什么都不用钱 其实已经不是这个当代的价值的概念了 你觉得很好 那你付一些钱 你觉得这碗面好吃 你来到寺院 你付一些钱 而且在寺院你付这一碗120块的面的钱呢 在佛教来说叫做打灾 打灾就是什么 我今天来吃这碗面很欢喜 那我打一份灾 120块打一份灾 我希望未来俊辉走进这间寺庙的低水房的时候 他也可以怎么样 他也可以享受一碗面 好俊辉今天吃得很开心 对不对 他也付了120块 他不是付这碗面的钱 他付哪一碗面的钱 他付未来另外一个人 要吃这碗面的钱 所以这是一种爱的传递的概念 跟在社会上 我们做利益交换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是佛教未来 必然走向的一个路线 我们要努力的来支持这样的观念 那至于佛教建筑 其实真的站在空性的角度上来说 事实上是非常活泼的 先不谈进房这件事 请问你有没有听过 如果你家有一二三层楼 佛像一定要放在顶楼 自己放在顶楼 或者是不能够放在进房的下面 对是不是 好 我们在台湾就有一个笑话 放在顶楼 是吧 然后你老了 你根本没办法上去拜 那谁去拜 你家的佣人上去拜 所以最后你家谁开悟啊 是你家的佣人开悟 因为你都爬不上去顶楼了 所以谁每天去上香换水 帮你送金 谁啊 你家的佣人到顶楼去帮你送金 所以后来在台湾 其实在佛教的现代化之后 你住公寓怎么办 你楼上一定有人啊 对不对 除非你公寓买在最顶楼 可是你为了要放佛像 公寓买在最顶楼 没有人会做这样的考量 所以事实上佛像 很自在的 他在一个该有端庄的地方 其实就够了 那至于进房 你看佛光山的大雄宝殿 旁边大师就建了一座进房 但是他把它叫做什么 花园进房 他把它弄得很美 我第一次去佛光山的时候 我问师傅 师傅那厕所在哪里 进房 他说在那边 我找了半天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那个进房 像花园一样的美 那大师呢 每一次我画图啊 画好之后 我去给他看 他第一个问我一定是什么 厕所有几间啊 我说师傅 厕所女生的有六间 蹲室的三种 做室的三种 男生的什么 太少了 你这样子会让老人家很辛苦的 为什么 他自己是老人家 他知道老人家要上厕所的时候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而且时间比一般的人长 你不要让他压力嘛 所以他必须要很很自然的 将这些厕所的数量弄足够 那至于放在哪里 当然我们要考量很多 第一个通风 第二个动线 你不要让要去吃饭的人 跟这个要去吃饭的人 跟要去厕所的人挤在一起 你把动线分开的话就怎么样 自然就很顺畅了 所以没有一定什么不能在旁边 当然刚刚这位信徒 这位听众所提的这一个问题 是很多人会在意的问题 但就建筑的角度来说 你只要把它规划好 其实华言世界里面 有一个境界叫做 登登相造 互不相爱 他互相不障碍的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建筑设计的一个境界 我不能为了做一只楼梯 然后让所有的动线都不方便 是吧俊慧 没有人会这样设计 然后那个电梯 为了要坐电梯 你必须要穿过一堆的人群 他一定在一个盒子里面 那里面的人经常在流动 叫做服务盒 对不对 我们就在那里面 所有人都流动 那各自流动完之后 再到各自的空间 然后要出来在这边串流 我不会影响到你 你不会影响到我 这个叫做建筑的最高境界 事实上在佛教的华言经里面 叫做叫做华言世界 登登相造 互不相爱 那至于幸运大师 我觉得刚刚俊辉讲到一个很重要 叫做以人为本 师父在大师在考量建筑的时候 真的他考量每一个人的什么感受啊 我记得有一次呢 我分享一下 刚刚俊辉不是有提到藏金楼吗 也跟各位说这个藏金楼是我 我这个刚接建筑的时候就接的一个大案子 我这个大案子真的是 真的是让我投入了所有的心血 其实那个时候 跟俊辉说我那个时候还不懂建筑 所以我经常回去疗访都是抱着图回去 都不是抱着经典回去 是抱着图回去啊 抱着那个A1的图回去会什么 看不看不懂啊 然后桌子没那么大啊 俊辉你的那个会图 应该是很大张的一张桌子 我们的桌子很小啊 趴一下子台灯就掉下来 所以我把他放在哪里 要地上 我就把那个图摊在地上 然后趴在地上在那边看啊 画啊什么 然后这个几公分啊 然后比例次量啊这样 然后好几次不小心就趴在那个图子上面就睡着了 就睡在那个图子上 那时候真的什么都不懂 是这样子慢慢的摸回来 好 现在各位看到这个照片呢 是当时 就是2014年开始建 2016年完成的藏金楼 这个是主店 那这个藏金楼呢 是我们佛光山一个出家中一个信仰的核心 除了厨子之外 他楼上呢 是研究的中心 做所有经典经论的研究 所以他虽然叫藏金楼 可是他的经典不是藏在那边 而是放在那边 让世界各地的学者来做研究的一个活的一个 有机的一个建筑物 那各位有看到吗 这个左边这张照片 下面是不是有亮光 一个很大的门 有没有 这个进去是哪里呢 进去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主要的殿堂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主要的殿堂啊 是整个藏金楼的一个核心 那这个殿堂里面呢 各位这个就是右边这张照片 就是殿堂里面的一侧的照片 那我主要要给各位看什么 主要给各位看墙壁上的这一个 这个字啊 这个字呢 其实他是用石头刻出来的 各位不知道能不能感受得到 当时在做这个的时候 大师在他的法堂啊 不断的写这些字 我是佛 各位有看到吗 我是佛 有没有 慈悲喜舍 人间佛教 三好人生 吉祥 有没有看到 这些呢 字都是很大的字 当时大师都是一比一的把它写出来 大师就说 我呢 我不留给你们财富 但我留给你们佛法 这个佛法呢 你要把它刻在墙上 当有战争 或者是天灾的时候呢 这个房子可以倒 但石材上面的这一些法宝呢 他不会因之而消失 我听得很感动啊 大师留给我们的是 永远不会消失的聚宝 各位这个石头刻字很重要 我们佛光山的祖庭呢 在宜兴 的这个地方 过去大师出家的地方叫白塔市 那当时宜兴市政府呢 就很希望大师能够恢复宜兴 的白塔市 因为是为什么 因为白塔市 后来因为战乱啊 整个毁掉了 可是大师那时候年纪小啊 现在再去啊 人是已非 根本找不到沧海商田 不知道到底白塔市在哪里 只能依稀啊 依着经验 慢慢的去找 找这里找那里 大师就好像在这个村落里面啊 那些干部啊 就是到处 没有庙的痕迹啊 忽然之间一个就是 下面那个水沟啊 那个盖子好像长得特别不一样 很厚 看起来不像水沟盖 大伙儿就把它翻了过来之后 各位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那是当年白塔市建市的一个碑文 记录的白塔市什么时候建 建在哪里的一个记录 哎呀 找到了哪里 找到了白塔市在哪里 后来白塔市在哪里 白塔市就在那个碑的地方 于是我们就在那边整理一下之后 就建成了现在的这个疑心大爵士 所以大师想在藏金楼的墙上啊 把他的法宝写上去 他希望 他也许 人是以非 这个地方人是以非 但是 这些字会不会永久保留会的 好啦 那要怎么做 这么大的规模 我们先用帆布啊 这个放样给大师看 一比一放 大师看完之后就说 好 就这么做 然后他就说 可是我的字啊 磕的石头 要让它看起来像在宣纸上面一样 哇 像宣纸 宣纸是软的啊 那什么像宣纸 我们就找了很多食材 有一种大理石呢 叫做旧米黄 它就是现在你们眼前看到的 它有点米黄色 然后带了一点结晶 的一个白色的纹路 就很像什么 那个宣纸上面撒了一些 一些花纹在上面 有的宣纸上面是有花纹的 我们就这样子模拟了之后啊 师傅说好 就这样 食材 食材拿给师傅看 于是师傅就说 那你去磕几个大字来我看看 哦 我们就赶快磕 要磕师傅的这个字啊 还真不容易 我们找了两岸三地啊 大陆啊 香港啊 还有哪里 还有这个台湾的艺匠啊 去磕了这个师傅的字之后 大伙人呢 最喜欢的就是什么 就是台湾的艺匠磕出来 所以可以把师傅的字的这种精髓磕出来 好了 后来我们就把这个石头啊 磕了字之后啊 摆在这个架子上面 阴架上面 然后就打了灯 师傅来就问啊 师傅就说 食材的颜色 有像宣纸吗 我希望写字 像写在宣纸上面的 一样的感觉 我不要让人家感受到 食材的刚硬 我要让人家感受到 法的柔软 哇 这个磕个字 还要有法的柔软 这到底去 怎么去做啊 哇 好不容易选对的食材 救米黄 大家都很欢喜 忽然之间 师傅就问啊 感觉如何啊 各位这个就是当时放样的照片 感觉如何啊 这个拿了一根竹竿啊 在那边比啊 不忘初心 以忍为力啊 佛光普照三千界啊 师傅这个字很好看啊 师傅没有在管好不好看 他只问什么 大家感觉如何 各位大师每次去看工地啊 因为他眼睛看不太到 看不到 所以他都怎么指导工地 他都他听旁边的人 七嘴八舌 讲了一堆的意见 他把它综合起来 他去编织出真实的世界 他就问说 看起来如何 大家稍微有了犹豫啊 师傅就问说 有没有打灯啊 我说师傅我以为有打 他说你打哪里 我说我从下面打上去啊 可以看得到字都有亮啊 现在我们大家都看得到 他说 那这个灯 跟到时候 你要打灯的位置一样吗 我说师傅什么意思 他说你现在在放样啊 你不是只有 食材跟字的大小是一样的 你连同那个灯的位置 都要一比一的打出来给我看 我连夜赶快把那个灯具找来之后 把它放安置在一样的角度 然后再打 师傅隔天又来 师傅就问大家 看起来如何啊 师傅说 师傅很刺眼啊 为什么刺眼 因为那食材太亮会反光啊 师傅就问我说 你这个食材啊 是几番的 我说什么几番 这救命王还要几番的 他说不是啊 这个食材 旁边那个厂商就讲话 那个食材的厂商 大师这是2000番的 我说什么是2000番 他就解释给我听 那个食材呢 他就是用2000番的砂纸 一直去打磨 一直打磨 磨到亮了之后 不能再亮了 那就是要2000番 还有什么 1200 800 600 400 1800 都有 好 师傅就说太亮了 不要磨那么亮 我说那师傅要大概怎么亮 他说你也不要不亮啊 让人家看起来 好像你没有处理过的感觉 满脸胡渣脏兮兮的 那你也不能太亮 那个灯打下来之后啊 会反光 哦 原来怎么样 原来师傅考量 食材抛光的番数 会影响大家欣赏的时候的舒适度 所以要用什么 要用灯光来测试 食材反光的效果 后来呢 在下一次来的时候 我就做了三种材质 一种是800的 400的 一种是800的 一种是1200的 然后大家就觉得 哎呀 师傅啊 400跟800啊 看起来暗淡无光 没有精神啊 那1200的呢 师傅 大家就说 哎师傅 这个1200啊 这稍微微微的 有一点光泽 但是它不会影响 我们看的感觉 师傅当下就讲了 师傅说 我们既然把法刻在食材上 我们要让大家 稳定安定的 站在食材前面 去感受这一些法 跟他的对话 让他感受到法的温度 他才会把这个法带回家 如果你很闪光的 反光很亮的时候 他看这个食材的时候 他怎么样 他一下就想走了 他根本不会想要去 看你的食材上面 啊 写什么字 他只会什么 哎呀 好美啊 好壮观啊 就没了 写什么 他一点都没有印象 所以当时啊 我听到大师 在谈这个400 800 1200 2000 还有灯光亮度的 感觉的时候 其实我当下是很感动的 为什么很感动 我觉得大师考量 未来 在这个空间 每一个使用者的感受跟需求 所以我刚刚有没有讲 我拿土给师傅看 师傅第一个一定问 厕所有几间 电梯有几只 他都在哪里 他要让大家什么 神足通 无所障碍 所以 过去 我在读佛陀的故事的时候 有一段啊 我一直没有办法体会 到底为什么是这样 他说 佛陀在双树林间 涅槃的时候啊 佛陀他就讲了 最后讲了一段话 他说 有因缘的所有的众生啊 我都 接引了他们 认识佛法 那至于那些 没有因缘的人 与我无缘的人啊 我也都为他们 种下了 未来得度的因缘 未来哦 未来得度的因缘 我当时其实未来 佛陀你都已经涅槃 你怎么去 搞定未来的那些人 你又没有办法 跟他接触得到 后来我在大师的这个公案 我终于懂了 为什么 各位大师 他将这个食材 抛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是不是为 未来与他无缘的每一个人 种下与这片食材墙上面的佛法 接引的机会 是不是为他种下了 未来得度的因缘 啊 我懂了 原来佛陀 就是考量了很多啊 设置了很多的机制 让佛教可以传得如此 2500年的埋 都非常的兴盛 他为未来所有的人 都种下得度的因缘 大师 他这个食材 虽然未来的人 也许见不到他 可是因为他当下的考量 让未来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安稳 舒适的站在哪里 站在这个食材的前面 去感受他所留下的佛法 所以建筑的伟大 我从大师的身上去看到 其实就在于 站在过去的基础 替未来使用的人着想 那我们在现在的当下 尽一切可能做好规划的设计 其实这个就是佛教建筑 应该要呈现出来的样貌 跟状态 所以大师他同事社啊 这个佛教 这个同事社各位应该都可以明白 就是站在你的立场去思考 就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 而且心系着每一个众生 他替每一个未来站在食材墙前的众生 留下一片祥和的宁静 所以未来藏金楼 现在要参观了 必须申请 我也邀请大家 未来来佛光山参观 所管参观的时候 如果有因缘申请 希望大家进来 这一面食材墙前面 感受大师那一份 永远心系着大众的慈悲 以上跟大家分享 感恩师父 身为一个建筑师 听了师父这样子说 真的是很惭愧 虽然师父是用了好好几分钟的时间 去讲述大师的 对面墙的一个过程 不过师父的大师的那个用心 还有大师的对我们人的一个关怀 和那个慈悲 真的是从这个这一步墙里面 非常零零尽致的表现出来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惭愧的 身为一个建筑师 在大师面前真的是一个小学徒还不如 也感恩师父今天对我们的一个分享 这个分享我相信 也带给大家很大的一个回馈和一个思考的空间 究竟佛教建筑只是一个表面的呈现 或者是只是个图腾的一个呈现 还是说真正是以法为本 以人为本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请师父做一个小小的最后一个总结 来总结进行的一个课题 好我想这个俊辉呢也不用觉得惭愧 我想俊辉还是有他建筑的专业 不过我想大师啊 他一生建了那么多的道场 他也接触过那么多的建筑 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把他当成是一个学习的对象 从他身上学到怎么把这个未来使用这个建筑的这个众生啊 把他们的需求放在我们的心中 然后从这个地方为起点去考量 他未来会需要怎么使用 而不是什么 而不是我建筑师想要画出什么样子让你来用 我觉得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种温度啊 一种是很温暖的温度 可是一种是冷冰冰的 你就这样用嘛 你衣服就在这边晒嘛 可是大师不是 他完全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思考 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人间佛教要带给我们的精神 所以人间佛教其实不只建筑 建筑界可以使用 烹饪可不可以用 可以啊 我要煮的饭是给谁用 给谁吃 不是我要吃的啊 是给客人要吃的嘛 是不是 教书的老师可不可以用 可以啊 我要教书的方法 难道我过去教成功了一个 一群优等生 我就可以把这个方法复制在所有的学生身上吗 这个学生性格不同 状态不同 我应该要用他的方式来教他 好人间佛教 父母亲可不可以用 可以啊 我的小孩 他需要我哪种爱 我的小孩一定要像别人一样学钢琴吗 不一定啊 他也可以学小提琴 他也可以学空手道啊 他需要什么 我站在他的立场去想 事实上这就是慈悲 就是人间佛教很重要的一个意涵 所以我想一个小结论就是 心理大师的这个建筑观 事实上不止我们可以善用在建筑 事实上他的慈悲 他的同事社 他的以人为本的考量 我们可以将他用在各行各业的领域上 像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 那我想世界大同不是很远的理想 安和乐利的社会绝对不是只是一个蓝图 而是我们可以自身其中的极乐世界 好以上跟大家分享我的小小的结论 俊慧也小小的结论吧 感恩师傅 真的是可以把今天的一个课题 升华到一个非常人与建筑的合一的境界 把它升华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境界 好这样我们非常感恩师傅 在结束之前呢 我大概向大家来宣传我们下一场的说谈 第28场是佛乐创作 在声音中预见佛法 与谈人士抗击两居士 也是来自台湾的居士 在12月20号星期二 同样时间8点半到10点 好今天我们就非常感恩师傅 我们就以心经回向作为 作为我们今天最后的最后的结束 我们请技术人员播放回向短片 来自知аться吧 简直 自在菩萨,行身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云皆空,度一切苦恶 舍利子,色不宜空,空不宜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事,亦复如是 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宫不尽,不宗不解,事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事,无眼而鼻舌身意,无色身相畏处法 无眼界,乃至无异世界,无无名,亦无无名境,乃至无老史,亦无老死境 无苦即灭道,无智亦无德,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多,亦波罗密多故 心无怪,无怪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亦波罗密多故,得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 故知波罗密多,十大神奏,十大名奏,十无上奏,十无等等奏 能处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波罗密多奏 即说奏曰,皆地皆地,波罗皆地,波罗生皆地,菩提萨波和 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奏恩,犹思解脱诸苦恼,共证不提度有情 好,今天的法谈,我们就到此为止,我们非常再次的感恩师傅 今天的分享和开示,希望我们有机会在台湾拜访 相见,欢迎大家都一起来,在台湾等大家,谢谢大家 живот我 不一定要 百光 石 大概 还 当然 案 原作 Sommer